我们同学操练之前 我还是把握机会 继续介绍这个多元的结构 我们第一堂课 讲到这个顺流诗 茶经 记住 这个是传统最简单的 是一般过去 中国教会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 就用这种茶经诗 有缺点 也有它的优点 缺点就是 没有一个清楚的结构 没有分 这个主题分题 但是它的结构 基本上就是一解一解下来 所以不要常常用这个顺流诗 最好的用法呢 是什么 解经是讲到 中心主题分题 一二三 当然其他多元式的 包括上礼拜介绍到 以地方做一个架构的 特别我们继续来看 就约几个人物 我们再看摩西 你一想到摩西的话 你看到生命中它几个重要的地方 是它生命的turning point 转捩点 第一个地方是在哪里 埃及的皇宫 他在埃及皇宫的时候 他的表现 他的生命是如何 是怎么样 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对不对 他当时觉得是什么 我能 甚至他觉得他能拯救他的同胞 他杀害了埃及人 但是他的同胞不接受他 他觉得 all powerful 我能 他有一切的能力 学了一切的学问 也就是我们原来的写照 学了地上一切的学问 对不对 以为能够在这个世界 有一番的作为 这个没想到 被人 方便 对不对 被人打压 有神的美意 对不对 摩西就是经历过这个 他觉得我能 第二个地方在哪里 神把他带到哪里 还没有那么 差不多是米甸的旷野 对不对 米甸的旷野 他经历了什么 四十年 在那边放养 他的生命的经历 生命的一个表达是什么 当神在和列山 呼召他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找我 我不能 跟神一字两字的推 我没有口才 其实他有没有口才 他有口才的 说话 做事 都有什么 能力 希伯来书描写他 他觉得他不能 他真的是完全地谦卑下来 围到过去 他的骄傲 围到他过去的致富 他 觉得他自己 真的不配 他不能 然后第三个地方 是什么 在红海 在这个 往加兰地的旷野 他经历到什么 神了 原来觉得我能 原来觉得不能 现在 看着神能 不再是他自己 不再是环境 是单单地 抓住神给他的将 这个将能够让他分裂红海 神的权备 神的能力 同样耶稣 应许我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备 怎么 都给了我们 我们要领受这个权备 不是我能 也不是 环境 来自神 他能 所以你看到摩西他生命的 这三个 不同的地方 带来三个不同的经历 也成为我们 弟兄姊妹的经历 讨战我们的弟兄姊妹 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神的子民 我们要 出来 我们要被神来使用 改变了 整个的 以色列的 历史 好 另外一个人 我们再用几分钟来看一下 就要把时间交给同学了 我们来看一下雅各 一想到雅各 你就觉得这个 怎么 很狡猾 对不对 很厉害 很诡诈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从 几个不同的地方 看到他生命的转变 或者生命的一些特点 但第一个地方 在他家中 对不对 他在家的时候 所表达的 所看见的 是怎么一个雅各 他的名字叫什么 雅各 雅各 就是抓 希伯来文就是抓 他抓什么 他抓长子的名分 先把他老哥摆平 先长子名分 卖给我 第二 又抓什么 抓他老爸的这个 祝福 他要抓就是好处 就是抓 就是抓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邪教 没有信主之前 甚至信主之后 我们还是在抓这个世界 对不对 拼命地抓 雅各 在家中 这个情况 结果抓出问题了 他哥哥可能要 害他 所以他就怎么 逃 逃到 旷野 特别在 入黑 去到 博德利的旷野 在人生 前途 往往 黑暗当中 他就开始什么 看到他在做什么 他不但看到一幕 而且什么 他祷告 他就开始在生命中 第一次真实地寻求神 向神祷告 而且 跟神应许什么 我能够平安地回家的话 他愿意什么 把所有的 献上死 不得了 能不能抓的人 愿意死亿奉献 很多基睿徒 传道人都不能死亿奉献 雅各愿意死亿奉献 释迦他生命中的黑暗 困难的时候 神让他去寻求神 但是 经过了博德利之后 他去到他 舅舅拉班的家 他要固态赴盟 他要抓什么了 他开始要抓什么 抓爱情 追女孩子去了 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对不对 用十四年 追他的气质 拉姐 不但追爱情 为爱情付了十四年的代价 这个雅各也是 了不起 真的是为爱情长跑 不得了 跟着要抓什么 抓财富 东京方法 要夺这些羊 神也给他一些方法 给他一些聪明 你发现他还是在抓 但是抓到最后 他还是要逃离拉败 在亚伯都口 这个地方是他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 因为他无路可退 但是前面是怕什么 怕他老哥的报仇 所以他在亚伯渡口 他与神的使者 与神自己摔跤 拼命地抓住什么 抓住谁 你不祝福我不让你离去 所以他的名字被改成什么 以色列 Israel 记得西伯来文这个L这个字吗 L El Shaddai Israel 你记得吗 抓着什么 抓着什么 他从抓世界 抓物质 抓祝福 抓长子权 抓爱情 抓财富 到最后发现这些都是空的 他要紧紧地抓住神 抓住神的祝福 神给他改名字 从者叫以色列 不要再抓世界了 抓神 Is L L就是God 抓住神 Is就是抓 跟神 striking with God holding upon God 抓住神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 每一个同学 对我们真的是 像雅各一样 之前我们抓世界 但是特别我们 亲自受装备 抓住神 任何的东西都抓不住 只有抓住神 你们 好 我们把时间 先交给我们的同学 是张姐妹 等一下还是要调一下这个speaker 奇怪 还是没有什么声音 还是电子的问题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学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是以色亚书 六章一到八节 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 主啊 把余下的时间完全养忘在你的手中 你祝福今天的这段圣经 让孩子能够完全的能够分享清楚 让听的跟所讲的都被你一个圣灵所感动 都被你一个圣灵 能够完全的能够领悟到 能够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语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得到我们 感谢主 祝福余下的光明 这样祷告 我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感谢主 上个星期天 我在主乐敬拜的时候 神给了我这段话语 进入我的脑海里面 我在敬拜的时候 后来我就打开这个圣经 我觉得这段圣经 我整被预备的时候 我看到天使撒拉夫在天上的敬拜 所以我们今天地上的敬拜 跟天上的敬拜 同样地达到神的面前 被神所怨难 首先我们读一下圣经 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 大家一起读 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旗上有撒拉夫吃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折脸 两个翅膀折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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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至耶和华 他的龙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阴云 那时我说 惑战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尘不结的人 又住在嘴尘不结的民中 因我 有一撒拉夫飞到我眼前 手里拿着红坛 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了下来的 将坛占我的口 说 看啊 这坛占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感谢主 这段圣经记载了 是神呼召 以赛亚做先知的这些情景 因为当乌西亚王架奔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开始走 要走下坡路了 因为乌西亚是个好王 他在的时候 国势强盛 但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时候呢 神就呼召 呼召以赛亚出来做先知 给他这样的权柄 呼召他做先知 来叫以色列人来悔改 同时也警告 若如不悔改的话 审判就要快速领导他们 所以 在六章一节的上部分所到 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这一节 第一节上半看到 神是真正的君王 神呢 那以色列看见神是真正的君王 仍然坐在宝座上 掌管一切 虽然乌西亚王架了 虽然这些国家面临了转变的时机 但是 应该知道神能是同管着这一切的 一切主宰着这世界的命运 也是主管了我们人 每个人的人生 所以 神让以色列看到这一切 也同时增添了以色列的信心 让他能够顺从这样的呼召去做去行 让他不再看世上的王过去了 不再看人了 只看丹丹的鸟梦神 所以 后半段说到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神的慈爱圣洁公义连续 他的衣裳从在天宝座上垂下 遮蔽看顾保护着地上赎他的儿女 这个遮满圣殿 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充满圣殿的意思 所以以色列所建的是天上的圣殿 而他的衣裳 直接垂到地上的圣殿 因为以色列是在地上的圣殿 看到这一切 所以这个衣裳什么 看到这衣裳又长又宽 完全充满了天上的宝座 以及天上的圣殿 并且垂到地上 这个衣裳同时让我们想到 一个慈母抱着她的孩子 把衣服把它遮住 能够在她的怀里 这样能够安静地 能够睡在母亲的怀抱里的 所以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在这样的场景里面 我们又看到神是这样的慈爱怜悯 当我们走进入地上的那个圣所的时候 神同样用他的慈爱怜悯来怀抱我们 来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 所以第二节看到 旗上有撒拉夫赤利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折脸 两个翅膀折脚 两个翅膀飞翔 天使撒拉夫在神面前的表现 两个翅膀折脸 说明撒拉夫在神面前的谦卑的表现 他没有自己 他觉得不配在神面前露脸 两个翅膀折脚 说明什么 他不再走自己的道路了 他的道路完全由神来支配他 来掌管他了 所以他要走永生的道路 两个翅膀飞翔呢 他遵从神的道路 完全的随从神的旨意去行 当神的命令他怎么样做的时候 他立刻就飞翔 立刻就奔跑去行去做 从这一段圣经里面 第二句看到 神的那个 他的所使用的天使 这样的能够在神面前的 能够在神面前没有自己的这样的白上 同样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被神呼召的 神的器皿 神的儿女 是怎样的来对神的这种 无论是敬拜也好 无论所作所行也好 怎样的被神得到 来使神的心得到满足 当他们彼此喊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天使敬拜 蒙神愿 所以他们彼此称赞圣赞圣赞的时候 有一种这样的解释 他说了三遍圣赞 就是第一遍称赞圣父 第二遍称赞圣子 第三遍称赞圣灵 所以圣赞圣赞圣灵 三位一体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 所以他的称颂 是个完全的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感谢主 当我们被这样的 神的荣光这样充满的时候 所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 是在我们内心出的 赞美和敬拜 神的荣光充满决定 说明这地上的人 或这天上的人 要这样的敬拜 是一个全新的在神面前的敬拜 还是没有瑕疵 是这完全的敬拜 所以我们在这敬拜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王 他拿了各样的乐器 在神面前 尽力的跳舞 这样的敬拜 是很门神悦纳的 是很被神得到的 第一世纪说到音呼喊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阴云 这说明什么 敬拜所产生的能力 所以在出来一集里面 我们看到 看到神将领在西纳山的时候 全山冒烟而震动 保罗希拉在菲利比监狱中 唱诗赞美式 监狱的什么 地基开始摇动了 街门立刻打开 中囚犯的锁链 这时候也脱下了 也松开了 在约沙法王的时候 这是敌军要攻击他们的时候 这时候他怎么样 就组织了敬拜团队 在军队的前面 来赞美敬拜神 这时候当他们敬拜赞美神 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就为他们作战 他们没有动一点点兵器 就是什么 神为他们作战 所以敌军全部灭亡 这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敬拜的果效 所以当我们今天 若又从心灵 完全的在神面前的敬拜的时候 也同样震撼阴福 所以震撼到罪灵心中 抗拒神坚固的阴云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凭信心 在神面祷告 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时候 神同样为我们做大事 为我们做心事 所以我们不要怕 今天给以赛亚看 看到这样的美好的信息的时候 看到这样意象的时候 同样也让我们看到 这样美好的意象 所以我们今天 只要凭信心在神面前 神掌管着这世界的一切 第五节说到 那时我说 或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罪尘不戒的人 又住在罪尘不戒的名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治耶和华 所以以赛亚 今天这时候在神的光照下 认识自己是个罪人 若没有神的光照 没有人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 所以今天 我们只有敞开自己的心 在神面前 让神来进入到我们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一切的败坏 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凉目 而不要去看别人眼中的痴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眼中的凉目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身上 做那美好的工作 当我们看到 我们眼中凉目的时候 这就是你人生转折点 这就是你祝福 神祝福你的开始 这也是你神的恩典 在你身上的彰显 感谢主 所以后面说到 嘴唇不戒 嘴唇不戒呢 这常常是一种痛病 这种这样的病呢 一不小心就会犯的 我们一个口不能两用 今天这口一怀做诈美的话 一怀去说误会的话 这是神说不约那的 今天特别我们做神的出口的时候 这个口要特别的在神面前 被神保守 有时候神的管教 在我身上神的管教也很厉害 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信靠神的时候 在无论交通的时候 在跟其他的人交通的时候 一不小心有论断了的时候 神就马上这手就加上来了 已经一次一次好几次马上就加上来了 这个脸马上牙齿开始肿痛 脸马上就肿起来了 马上这是 当时候在讲的时候马上肿起来了 马上我就祷告认罪 认罪了以后马上就不痛了就好了 所以神很看顾我们这个嘴 当我们时时在神面前感恩赞美的时候 我觉得我祷告启示就很清楚 当时候你这世上的话说了多的时候 你祷告启示的时候就不清楚 有时候领受不清楚 感谢所 所以我们的口是要常常说赞美神的话 是常常要被神竭尽来荣耀神的名 使神的心得到满足 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裂住他的舌头 反弃红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所以言语罪能影响到我们虔诚的生活 所以祷告先从自己的罪开始认罪 所以这样的祷告才蒙神喜悦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说 三分钟 哎呦三分钟了 会听到弟兄姊妹说 我怎么祷告不蒙神愿了 有时候你没有从自己的罪 没有先认识自己开始 第六节 有一撒拉斧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烫 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 我们看到 当你认识自己罪的时候 神施恩的手临到了先知 所以感谢主 我们 我们的嘴臣 当神 你认罪的时候 神就临到你 就恩待你 就祝福你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那样谦卑的人 第七节 将炭站在我口说 看到这炭 散了我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神赦免之恩 所以今天在蛇自家祭坛上的火 也能使一切站住的人 能够得到完全的洁净 一切和蛇自家的火 火炭洁净的人 就能得到他的拯救 所以他的拯救 神的拯救是完全的 是整个生命有了改变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这是神的呼召 就是先知的回应 神没有命令先知 要去做 一定要去做 神很无奈的口气说 谁肯为我 谁可以拆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当这样先知 发自内心的来回应 神的呼召的时候 这时候神的心得到了满足 所以庄家俗了 收割的人少 所以先知立刻就回应了神的呼召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 总结 同样今天我们门神的大爱 门神的拣选 以及门神的栽培 享受在主里面 一切的恩典的每一个人 当主对我们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们是不是像以色亚这样的回应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还是甘愿把自己的一生 放在十字架的祭坛上 来荣耀神 来使神的心得到满足 这样才是不辜负神对我们的呼召 这样才是很好的来回应神 感谢主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神的话语 那我们一起先来读经 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六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十九章一到六节启示录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 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 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四活五旧 俯伏敬拜 坐宝座的神说 阿们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亡了 好 感谢主 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我们的阿爸父神 谢谢你能够 感谢赞美你再次 能够集着你的话语 主啊来 赐给我们新的亮光 也感谢你 再一次 集着 赐智慧和平安 赐给我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 来充满我们 主啊来开启我们 也让我们解开 鼠田的 帮助我们解开 鼠田的奥秘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在你的亮光和真实中遇见你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晋升在主你的里面 满心欢喜的来送赞你的荣耀 感谢赞美主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唱诗祷告听到还有交通的时候会常常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词 就是哈利路亚 虽然我们常常会会常常会说到这样一个词 但是我们究竟懂得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可能有的人还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词究竟是怎么做解释呢 在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词呢原本是天上的词 它也是天使的语言 就是在圣经里呢一共是出现过28次 在旧约圣经里有过24次 在新约里边有4次 那它的意思就是要赞美耶和华 或者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等候学习 学习的就是启示录19章当中的这出现的4个哈利路亚 它也是在圣经的新约里边唯一的提到的这个 提到的仅有的4次的哈利路亚 他们的解释是相同的 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可是这4次赞美耶和华的内容各不相同 而且与我们的这个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利路亚 也就是救恩的哈利路亚 救恩的哈利路亚 就是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赞美神的救恩就表明神赞美神的爱 那这里第一章十九章一节呢 这里提到天上的群众明明是赞美神的三件事 就是救恩荣耀全能 那为什么不说第一个哈利路亚是荣耀的哈利路亚 是全能的哈利路亚 而是单说它是救恩的哈利路亚呢 并且还把救恩放在第一位 所以不错 荣耀是神的本质 它发出的光辉就是神的荣耀 我们应该是赞美的 但而且全能呢也是神的本能 也是全能无所不能的 是借着全能天赋 借着全能创造了万有 然后呢 我们也是应该赞美的 而救恩是出乎神的本性 就是爱 由于这个救恩和我们发挥的是最深的关系 最值得我们哈利路亚 然后所以圣经呢 就把它放在第一位 我们称第一个哈利路亚 就是救恩的哈利路亚 可是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 所赞美的救恩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说我们本来都是罪人 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都是没有指望和前途的 结局都是永远成龙和灭亡 可是有一天 我们的神怜悯我们 有机会使我们听到了福音 然后圣灵光照我们 看见自己的罪恶败坏 以及可怕的前途 所以我们相信 接受了这位定在十字架上的替罪羔羊 来使我们得救 让我们重生有了生命 有了基督的生命 我们与神和好 被称为神的儿女 这段事实 我们称他就是神的救恩 这样其实还不够 差得很远 神的救恩是从以往的勇士 一直到以后的勇士 就像以夫所说 一章四节所说的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的起手 以后到了神所预定的时候 神猜浅了他独生子主耶稣 到地上做我们的替罪羔羊 背负世人的罪 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 到了有一天 在主里睡了的人 都要胜过死亡 这仍然就是 仍然是神的救恩 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 有一天身体要改变 被提建筑 这仍然就是神的救恩 勇士里没有时间的限制 神的救恩也没有时间的限制 直到世事无尽 所以弟兄姐妹 这么大的永久的这个救恩 我们岂不应该哈利路亚 向神献上全心全意的感谢和赞美吗 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说应该的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神完全的救恩 神完全的救恩 今天我没有完全得着神完全的救恩呢 所以我们已经得了出生住 出死入生的救恩 可是我们有否把身体作为圣灵的垫 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有没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活的不再是自我 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然后我们有没有经历过 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种知足喜乐的生活呢 我们有否罪不再做我的主 过这样得胜的生活 因此我们要努力追求神的全辈的救恩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二个谈到的是审判的救恩 审判的救恩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到三节 赞美神的公义的审判 那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神的这个判断 经文是神的判断 原文是审判 它是复述的 即指的是神所有的审判 包括对人对魔鬼 对敌基督假先知大淫妇 对我们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审判 他的各个审判都是真实公义的 经文所举的这个例子 对大淫妇的审判 追讨他用淫行败坏世界的罪行 以及杀害仆人的罪 这大淫妇只有启示录中提到 这也指示了我们 他是在主来之前出现的 和撒旦特殊的工具 敌基督假先知 一起迫使各国各民 来背叛神 亵渎神 以及来杀害神的仆人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赞美神公义的审判 哈利路亚的时候 我们也要常常反省 是否有保留多少罪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有我们怎么能哈利路亚赞美神的审判呢 许多罪像我们得罪弟兄 我们自私 我们偷窃神的荣耀 我们向神认罪 如果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我们觉得心里没有平安 我们有必要也要向人来认罪 正如经上说 说的 就是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是自欺 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另外还有神 就是还有一种一种罪 恐怕就是我们舍不得的 对付的一种罪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不良嗜好等等 因为保留罪 然后呢只会使我们自己受到亏损 那时就这个亏损来到基督的审判 亏损是何等的大 所以我们要常常自行 要把我们靠着主 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 把我们这个身心灵 各样的罪孽都能够对付掉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三个 哈利路亚是得赏赐的哈利路亚 基督律十九章四到五节提到 赞美神的赏赐 得赏赐的哈利路亚 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 哈利路亚这个 这个在圣经当中 他提到的不是我们的声音 而是由二十四位长老和活物 来说出的这个哈利路亚 他们那二十四位长老和活物 他们是谁 简单的说他们就是天上的人物 是高级的天使或者是天使长 他们都是在宝座前来 伺候赞美敬拜神的基督伯和撒拉佛 我们知道这么多就先足够了 那有人也会问到 那第三个哈利路亚中间 根本没有提到一处是赏赐的问题 那有什么理由说他是赏赐的哈利路亚呢 所以让我们这个问题也很好 让我们先来解决一下 活物和长老说的是神的众仆人 这里不是说神的众儿女众子民或者是众圣徒 很明显的指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 因此这会提醒我们主人要向仆人算账 那仆人也要向主人交账 这样的一个逻辑 主会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例如主托付我们的银子有五千两 两千两一千两 我们是否用这样的一些银子在那里经营做买卖 还是挖开地把它埋藏了 我们用银子做买卖 是否按照主的指示去经营 主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未必都能进天国得赏赐的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也就是说听主话的 赵主的指示的人才能够进国度得赏赐 再者说我们有否在那里追求赏赐 还是光以这个得救进入天堂 为满足 有人说我没什么贪心野心 还有就是妄想冠冕 宝座前与基督一同作王 这样的一个他们就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满足 所以说 他们就只觉得我们在天上有一席地位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告诉这样的人 那不是神的旨意 那是违背神的旨意 保罗说他是竭力追求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他来的奖赏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个眼前的这不多的时间里面 好好努力追求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哈利路亚 就是基督作王的哈利路亚 启示录当中十九章六节提到赞美神的作王 这个作王的哈利路亚是一个很大的 非常非同凡响的一个哈利路亚 我们只要听听谁在哪里这样说 首先经文提到群众的声音 你我都在其内 众水的声音就是千千万万天使天君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就是活物的声音 凡是在宝座周围 所有的人天使天君长老活物 都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来唱哈利路亚大合唱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主再来作王 这是一个荣耀的事实 这是父神的心愿 也是一个末了的心愿 救恩已经成就了 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 进入荣耀 进入荣耀 可是还有一件事 就是基督再来作荣耀之王还没有实现 今天在天上的众天使天君都看着基督作王 我们也知道 有的天使手里拿着号放在嘴边 眼睛望着我们的主 早已预备的吹号来迎接荣耀的王子了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 一切被照之物所仰望主的再来 他们服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 仍然指望脱离那败坏的挟制 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唱歌或者祷告说 愿主快来 难道我们内心真的是一无挂虑了吗 是否我们一切都预备好了 能否坦然的见荣耀王基督的面 那是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去 去尽私一下 是不是我们能够 就是放下工作 待在家里穿上白衣 整天的去祷告灵修等候被提 或者是我们推算 主耶稣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会来 再次降临 这绝对不是这样的事实 相反我们要加强 加紧工作 一面要好好的做人 尽人的本分 一面要好好的做基督徒 能够爱主侍奉主 好好的来尽上基督徒的本分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基督要来做王 我们今天有否让基督 先在我们身上来做王 在我们身上掌权 在我们身上得荣耀 如果还没有 那我们大声唱哈利路亚 也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那我们 就是来总结一下 四个哈利路亚 第一个救恩的哈利路亚 第二个就是审判的哈利路亚 第三个就是得赏赐的哈利路亚 第四个就是基督做王的哈利路亚 让我们要不断的来光照提醒我们 力争能够到最后基督台前审判 让我们听到主说 好 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好 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 这个女姐妹非常好的 这个结构的分析 只是时间比较紧凑 好 我们很快的 做一些简单的回应 特别张姐妹的分享 神呼召他的仆人 用以赛亚书第六章 是一个顺流诗的查经的分享 里面很多的亮光 那么唯一就是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顺流诗呢 虽然你是一节一节的下去 但是尽量呢 在这个一节一节的下去呢 要把它串成一颗珠子 串下来 达到你最后你的主题的目的 你的主题是神呼召他的仆人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从第一节 这个说到 以赛亚蒙召的这个背景跟过程 因为你的主题是神呼召他的仆人 所以第一 他的呼召是在国家的危机当中 王崩了 乌斯亚王崩了 做王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王 而且这个好王 快过去了 国家各样的问题出现了 百姓要离开神了 等等 所以第一 他是在危机当中被复照 第二 他 看见神的掌权 第一节 神的宝座高高在天上 第三 他看到神的慈爱 因为神的衣裳 接盖 垂下 传递 很好的解释 说明一场是神的一个 硬币 伏币 跟慈爱 跟眷顾 第四 他看到天上撒老佛的敬拜跟荣耀 第五 他看到神的能力 在敬拜当中 这个门槛根基都震动了 然后到最后 他看到自己的嘴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祸在了 所以你 虽然是一解一解 你不是讲七个分开的东西 你懂吗 你还是要把它串起来 现在有个思路跟主题 否则 就是说 真的变成是一个散漫的查经而已 所以 要用这种方式 不容易的 你要特别注意 这是结构上的 第二 一定要把经文打到powerpoint 两位同学都将来 你们要出去讲到 经文要打到powerpoint 这是最简单的 不是找个题目而已 包括你一开始的时候 张姐妹说 我们读一下圣经 不要说读一下 这个太轻浮了 圣经可以读 可以不读 读一下 不要加异象 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 带着权威 不要读一下 这么很不好意思 好 另外 女姐妹 你的整个的结构 是用一个 repeat the word 你很好的观察 观察到这个重复的字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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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好的这个study 注意到 唯一在西约圣经 只有这个地方 讲到四次哈利路亚 很重要的观察 而且很准确的定义 哈利路亚 不是单单 只是赞美神 原文是哈利路亚 这个路是你们 每一个人 你们要赞美也有话 很好的定义 那唯一就是 你的第三点呢 有点牵强 这个怎么能够看出 是赏识的哈利路亚 这个是比较牵强 其实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了 因为在这里提到 是活物就俯伏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哈利路亚 你可以把它改成 敬拜的哈利路亚 神一切的创造 神一切的最高的心意 就是得出一切的 荣耀顺畅跟敬拜 当然我们在天上 也是永远的敬拜神 或许按照这个经文 因为赏识是推论出来的 比较很难convincing 但你第四点是很清楚了 做王的哈利路亚 特别提到我们需要 今天就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 上来才能够与耶稣基督同王 非常好的一些分享 好 我就把这个结构做一些分析 然后请同学来再回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